第四集 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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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婦突然腹痛难忍 交警暖心护送就医 向防前两出役毙 出役毙 当时一听这个情况 是因为本身是个孕婦 然后考虑到这个情况 可能会非常非常急 幼童高烧昏迷 交警紧急护送 别到法庭刷凉后 一路命经地 实意少会少量别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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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哪儿来 我帮你车给你轻点 这两天小会儿 我帮你轻点 点心都要点停 进去关注给季小辉 在路上 小辉 来 去哪儿医院呢 去附近医院都可以 走 准备 来 去 走 一名怀孕六个多月的孕妇 突然腹痛难忍 急需到医院进行救治 这可把她的家人给急坏了 情急之下 她赶忙 向正在路上执勤的 开封交警七大队的民警 发出了求助 欠房车辆 足以臂长 欠房车辆 足以臂长 当时一听这个情况 本身是个孕妇 然后考虑到这个情况 可能会非常急 然后我们接着这个求助人 打开警笔之后 然后就是在那个前边给他引导 因为当时咱那个大梁路 车还挺多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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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虑到哪儿子了 我指挥的 有车 有车吗 有车 有车吗 改了 就是三点多四点左右 那会儿其实车油量挺大的 挺大的 但是就是说 我们一边也是拉着警笔喊话 一边也是在那个交通拥走的地方 所以我同事张宇都是下车 下车 然后指挥 让就是前边的那个车 就是先躲开 然后保证这个 保证咱求助人 能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 全程从我们接到这个求助人 到医院大概就是七分钟左右吧 几天给他们来一个余阻 给 给 我 phases one 我给他 我跟他 我说是 那我学习吧 我学习吧 不许我学习吧 就我学习吧 就我学习吧 然后掣路上 她一直堵腾 然后堵腾 她一直手不留下 那就 那什么情况 上边放点 当时到医院之后 然后找来轮椅 孕妇家属 然后一块把她送到 那个急诊送到大夫那 他们是要去郑州 然后那个住院的 但是就是说 走高速走到这个开封了 就是突然这个孕妇受不了了 然后在咱的那个连货下了高速 她就是那个患有心肌炎 然后身体也不舒服 后期就是向这个 当事人了解病情很稳定 身体状况也是良好的 好在有交警的及时护送 才让孕妇和肚子里的孩子 都能够平安无事 孕妇本身就需要小心的照顾 再加上她还患有疾病 那以后家人更得 仔细小心的照顾了 小灰在路上记者报道 你说现在哪儿肚穿不住 这么久 郑州是周牟县一名一岁 您四个月的孩子团高烧昏迷 清职之下年迈的爷爷奶奶 将孩子送到了没有儿科的 周牟县人民医院的西岩区 继续将孩子转整到 九公里外的东院区 无助的时候 他们拨打了交警的电话求助 路面实话 而且能检睹比较敌 隔标路段应该是赌车 需要我们开导扶送 让我们迅速与保军人联系 接到保军人查梁后 一路命经地 实意稍会查梁别人 来来来 从哪儿 来来 从哪儿 来来 从哪儿 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这时的老人和民警 才缓缓地松下了一口气 哎呦 吓死我了 你怎么不知道 我烧个啥药 真是发现的 发现杀肉还烧 你要干啥药 他俩都吃饭饭了 喝到那儿了 一岁 零四岁了 也想给我路边烧到头了 你烧了 老子要杀头 没有啊 要跟这麻烦的 要跟这麻烦的 可不就是这回事 到达医院后 我们也很着急 赶紧带着他们去找医生 而且当时的小孩 因为一致高烧 出现了抽搐的症状 最后我们是看着医生 给孩子诊断治疗 才放心地离开 也许这样温暖的瞬间 在当时的交警看来 只是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 但正是这样的 一次又一次地伸出援手 让病人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医院 转危为安 让我们向这些 紧急开导的民警 和及时避让的司机们致敬 小慧在路上记者 为您报道 小慧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有完全苏醒的时候 蒲阳市交警一大队队长长洪波 和他的队友们 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早点我没有撤回 中间昨天不足的事物 安排今天来工作任务 然后就上高峰岗 交警一大队直勤的辖区 是蒲阳市人民路一带 这里是蒲阳交通秩序最复杂的路段 政府机关 四大银行都矗立在道路两侧 这里还有市区最大的中学 小学 幼儿园 菜市场 以及容积率最高的住宅小区 在高峰期间 有几晚名的学生 和几晚名的假装 以普通的交通方式 全由我们下去路段 送孩子的交通工具 有三轮车 电动车 汽车 再加上步行的老老少少 和路面上正常出行的车辆 每天孩子们上学放学的早晚高峰期 学校周边的路段 都是一阵兵荒马乱 来 来 这个 哎呀 你这个拐子不醉 再次不要拐快 抓一时间 抓一时间往那边点 你看人家都在过的时候 你这拐子不行 来来来 你往前走 来来来 你过来吧 你过来 你得看我的手势 人家现在过半马线 你得听指挥 你知道吧 确保上万名孩子 顺利入学 平安放学 还要保持路面畅通 不拥堵 这就是交警一大队民警 每天工作的重中之重 说出来简单 但做起来却着实不易 需要时刻保持着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脚不停 嘴巴不停 秩序井燃的街道 变得车水马龙拥挤不堪 到沉寂下来恢复平静 一个高峰港需要一个多小时 遇到雨雪天 更会延续至两三个小时 每天一大队民警 都要经历早晚两个这样的高峰港 寒来暑往 日暮成昏 一年又一年 高峰港直勤不仅需要交警 有强烈的责任心 耐心 更需要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份工作 辛苦了啊 慢走 好 好 小朋友再见 慢点 慢点 我们的工作虽然每天都很辛苦 但是每一次来到高峰港上 孩子们上学时那一生叔叔好 下学时那一生叔叔再见 会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温暖 上学走这条路的时候 一定要走学生东道 一定要注意安全 知道吗 走中间怎么样 走中间啊 来来来 排一队排一队走啊 注意安全啊 交警一大队的行为 获得了学校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学生家长更是自发组织起来 在早晚两个时间段 协助交警疏导交通 如今的高峰时段 是忙中有序 乱中有张法 不管涌入多少车辆 都会在学生入学和放学后 迅速恢复秩序 道路一片畅通 交警同志非常辛苦 他们的辛苦换来了 孩子们的这个平安 所以说我们这个家长 很感谢 也很放心 道路安全畅通 除了要有服务理念 更需要严格执法 在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时 部分群众的不理解 甚至出现抗法行为 一大队每个交警都经历过 有一次我在路上之前 对一个违法驾驶人进行了出发 他当时对这个出发 恨不理解 恨不服气 租了时候样样 一个月之内让我下缸 一年365天 感谢您的用选择 太好了 比方休息 医学生 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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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 未经许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延同志曾是讲运大队负担长 因超负荷部落 急遥称积 顶高在老交通管理的底线 被追守为耳机隐末 李延倒在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 但是他的精神没有倒下 一大队的所有民警不仅学习李延精神 更是把这种精神传承和发扬下去 刻尽职守 不忘初心 我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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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承诺 保道路畅动 为人民服务 又是新的一天 太阳照常升起 他们又走向了工作岗位 靠这边走啊 看好孩子 你因什么而坚定 一项真正热爱的事业 执着追寻 不忘初心 你因什么而坚定 一份回报民族的赤诚 毅然回国放弃高薪 你因什么而坚定 一个观天望雨的梦想 开创道路 缔造奇迹 从每项技术的创新突破 到每个细节的真与完美 是埋头前行的笃定 是创新开拓的决心 一座奥离世界的国质重器 望穿苍穹 描绘宇宙 你的坚定 从千山万叶的考察足迹 到二十二年的第一地前行 直至生命之无影 呈现星空的美丽 时代楷末 男人动 见证梦想的美丽 您正在收看的是 河南广播电视台 法治频道 稍后播出的是 法治现场 大家好 我是小灰 大家肯定今天很奇怪我的位置 可以在我身后看到这么一辆大型的工程车辆 这是我们在城市道路内日常最常见到的一种类型 大型车辆 那么今天来这里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当我们在道路上遇到这样的大型车辆时 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相信很多驾驶过这样车辆的人都知道 当坐在驾驶室 我们会有一个叫视觉盲区 那么其实视觉盲区对这辆车来说有很多位置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做个一一的讲解 首先当我们遇到这样车辆时 千万不要从它的车头通过 因为坐在驾驶室的位置较高 那么驾驶人员坐在车内 往往不会注意到车头前方下方的位置 尤其是当我们的身高并不是特别高大时 那么就更容易进入到前方的视觉盲区 当然了 也会有很多驾驶员 或者是咱们的行人都会说了 那么我不站在车头 我站在车侧面 作为驾驶员 是不是应该可以通过倒后镜 来看到我的出现 那么其实呢 我副驾驶的右侧 也是这辆车的一个最主要的视线盲区 那么在这个盲区内呢 驾驶员从后视镜 根本无法直接看到人员的出现 当我们在道路上呢 遇到这样车辆时呢 不要在这些地方停留 同时呢 也在行走或者是通行时 尽量远离这些车辆 因为像我现在走这个位置 如果我挨着这辆车慢慢的向前走时 司机通过后视镜 也很难发现我的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 当司机起步时 或者大方向时 就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 刚才给大家讲了车头和车的侧面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车辆的尾部 由于车辆较为高大 而且呢 无法通过后视镜 去观察到这个位置 那么往往呢 有些车辆 只能通过简单的后视摄像头 来观察车后情况 可是如果一旦 后视摄像头发生问题 或者出现故障 那么司机就很难看到后方情况了 所以呢 当我们作为车辆或者行人 看到这辆大车时 也应当尽量远离车辆的尾部 这样呢 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区域 刚才给大家介绍呢 是在这个大车驾驶员 驾驶过程中存在的视线盲区 那么其实呢 大车在道路上行驶时 尤其是需要转弯时 还有一个叫内轮差的问题出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手边有两个反光锥 他们所摆放的位置呢 就表示了我们路上的机动车 行人或者飞行车 在正常行驶时 与车辆的一个距离 那么一会呢 我们会看一下 当大车需要转弯时 这两个反光锥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在现场可以看到 我们的车辆并没有完全的完成 左转的这个动作 但是呢 我们离车辆较近的这个反光锥 已经进入到了后轮的轮下 那么也就是说 刚才那个距离 是不保证我们车辆的安全的 我想大家可能 刚才都一直看到了 第二个反光锥呢 大家都会认为 已经离车很远了 应该会安全 但是我们其实在现场可以看到啊 当车辆完成右转时 反光锥虽然没有受到碾压